FMQ1.5 自遊一聲 漁夫自遊走 大家好 我是漁夫 我們現在要來繼續講這個題目 遙聲一變為科技達人 有30的葵花寶典的網站 要來講給我們大家知道 有些朋友說 我是怎麼知道這個 有 我們現代人 很多人 譬如說年紀比較大的人 譬如說像我這種的 我這種就不知道算年紀比較大 尤其是我們現代人應該要對科技有所了解 你如果聽我在說這30的葵花寶典說完之後 我就告訴你 這樣你就不用去聽那些電視台黑白 轉黑白說 尤其那些民粹說那些有的沒有的 這可以充實我們自己 是不是 你如果是說有一個手機 或是有一個平板電腦 我就告訴各位 你就不用 你不要把那個東西拿來當成是 不過是玩遊戲啦 卡在電位這樣 這個我覺得也蠻可惜的 其實啊 現在網路裡面知識多的是 歷息很多 我們要自修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總共要說30個 所以巴布時間第一個 我們要說就是這個 前後的 我先說明一下 前後的這個次序啊 並沒有代表說 歷息多的是餘腦比較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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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有什麼前後次序之間 對於特別的這個 食物 就是說我比較看的30個 這30個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用到一個合作 Fee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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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App 的應用程式 進去喔 來訂閱 訂閱喔 這個義奧 他如果有最新的 他就主動的上來你的電腦給你看 這樣知道嗎 他就不用去找還要找 後來我們要說的是 科技 局報 科技 科技報局 Tech Orange Tech Tech 就是英語 Technology 就是技術 Orange 就是橘子 Tech Orange 科技 報局 你如果是在我網站那裡 你可以看到 這個科技報局 我是覺得 很有意思啦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 科技 技術的這方面 大概全世界 這種的 如果是在英文的這世界裡面 這種科技的網站 就好像山 但是 沒有台灣的觀點 這就是這樣啦 比如說CNN的報新聞 CNN報新聞 我們知道CNN就是 在美國亞特蘭大開始的 CNN有線電視網 你想說美國人去報全世界的消息 因為美國人有錢 他們的企業 所以他們派他們的記者去全世界 去彩虹新聞 他們說的就是他們自己的管點 美國人的管點 比較說跟中東相台 那些比較多的也是美國人的管點 就是 簡單說就是中東那些人都壞人 美國人都好人 美國大兵都好人 所以你們美國的大兵都要去拯救全世界 所以我們看到半島電視台 我為什麼不能有半島 我中東的觀點 所以就是有相對應的出來 我是比較喜歡看這種科技的網站 有關科技的知識 一定要有台灣人的觀點 這樣不可以看出一個 說我們在全世界的科技發展裡面 我們到底是百年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我們台灣人要如何自處 這個很重要 好 這就是科技報局 我覺得它是 裡面有很多共鼻的人 共鼻就是說他做的在那裡 因為現在 一般的做網站 現在開始是我們的地績 各位要記得 我常在說就是分工分享 每一個知識都是分工分享 因為 很多過期的廚家在寫東西 找一個地方 都藏起來 都藏起來 都藏在裡面在寫 有這個是 這個 珠樓季公園的時代 對不對 好 第一個 這個科技報局 提建就各位 你很簡單嘛 你到瀏覽器打開 然後呢 就是科技報局 四集 下集 就可以看這些科技報局 你如果飛到裡面 就馬上就訂閱 好 第二個 是數位時代 這很有名 數位時代 它是 一個十字 好 大部分 都會 很 多時間 也會翻譯到 這個國外 最新的這個地績 當然因為 它是一個 十字的形態 所以它對國內 也是很關心 Sometimes 偶爾 他們來訪問我 奇怪 現在科技雜誌人 要訪問像我這種 五十歲以上的人 大家在想 說 這 還OK 五十歲以上 怎麼會 我跟各位說 開心 如果過了五十歲 對網路 都 要怎麼 我們那個時代 就根本沒有人 教我們 要怎麼 用電腦 我們就不是網路四季出身 所以我們要學 就比學英語 學什麼 國語更難 但是 我是比較奇怪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就學校倉截輸入法 所以 在我的 二十幾歲 到現在五十幾歲 好家宅 這個好家宅 就是說這樣 變成 我記得我是第一 用帕尼成熟的 帕尼教教的 我們知道很多文人 你要叫他學這種 數位科技 頭到鍋了 然後 我是 比較例外 所以蘇柯時代 其實他也會說 漁夫 你台北 是用什麼 你對未來科技的 什麼看法 其實 我還好啦 還可以回答幾句 第三個 就是 這個 這個 Engaged Engaged 是一個 英語的 這個 科技的新聞 但是他現在開始有出這個中文版 漢字版 漢字版 應該講漢字版 不應該講中文版 中國 就算中國 他們中國 也不是只有 漢文啊 不是只有漢字啊 中國語文裡面也有滿文 也有回文 也有藏文啊 所以你不能說 這樣做中文版 不過他就是曲奇 這 我先給各位說 為什麼我現在在講的這三十個裡面 有很多是書以這個 繁體的漢字 繁體 就是所謂的正體 和那個簡體不一樣 他們那個 中國的 所謂的簡體 和漢字裡面的簡體不一樣 所以有的朋友 因為呢 開那個大陸書上的 他就說 他那叫做殘體 殘廢的殘 殘體 為什麼叫做殘體呢 因為他其實是1949年以後啊 他那中國解放之後 就沒有更多的人能夠學習到這個文字啊 這個漢字啊 所以他們就把它簡化 因為漢字實在是太複雜的 但是他簡化了以後呢 不一定照著原來的 自古傳統以來的這個簡體去做 他有些是所謂的這個 啊 這個 就是他們自己發明出來就對了 所以我們那個 頭上去的那個總統 媽英九 在說那個什麼 要市政書簡 你要想看看 他是 中華民國的總統 各位你也差不多的 我們想說 這種繁體的漢字 現在剛才是台灣人在用而已 啊 這是 可以申請人類這個文明遺產的文字呢 吼 啊你叫台灣人總 整期市政 書簡 你這個總統一定背叛 你們中國五千年以來的文化 是不是這樣 不過那個人都被判掉 那種人喔 你跟他講話 才會氣死 好 後來 啊這個 所以這個engager 這個中文版 也有 很多翻譯 很多翻譯文字 所以都很新的就對了 今天 發生的大事 差不多就有了 那麼第四個是 MOMO1 MOMO01 對不起 MOMO01 如果這個 很多年輕人家就知道 嗯 這個答案是怎樣 這個就是 很多年輕人要找到新的科技新聞 是要買手機 要買什麼 什麼測試報告 啊 最新的什麼電腦 測試報告 手機報告 大部分都有 大部分都有 啊 所以他們很喜歡 再來第五個 啊 第五個本事 他現在合作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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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現在改名就是聰明人 啊 Internetural 啊 Internetural 啊 聰明人 啊 他屬於上以前 我在訂閱的時候 叫做數位策略啊 啊 這個數位策略是這樣啊 他是在 啊 討論和研究最新的 啊 數位媒體跟 技術發展的 這個 這個網站 啊 他的更新較慢一點 啊 不過裡面有很多文集 也是很 聖功 快智人口 啊 再來呢 啊 有這個啊 這個叫做 Mr.6 啊 Mr.6 啊 Mr.6呢 呃 這個少年人 以外回一定可以說的少年人 喔 他專門在說青年創業啊 這類的 呃 他對這一種 呃 這個 他裡面有很多這個 Case 啊 有關於這個青年創業啊 喔 這 聲音都很好 喔 再來呢 Inside Inside呢 呃 I-N-S-I-D-E 他這個 這個 漢字給他做 In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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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 Inside呢 也是一個 也講創業 講科技 講什麼 這是台灣觀點的真好 那麼 再來是 Mr. Mr. Jimmy 這個我還蠻喜歡他的 因為他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寫了一本書 然後他特地寄了一本書給我 給我看 我還特地呢 也給他回應 他確實 呃 也是做創業 這個年輕人喔 我在網路裡面觀察 齁 很認真耶 這天要撤那個百幾瓶文章呢 齁 再來是台灣研究院 這是專門的研究SEO 什麼叫SEO呢 SEO就是search engine 什麼 搜尋引擎最佳化 簡單講就是說 你的文章 如果是你寫的報紙 什麼 你要在這個Google搜尋裡面 排到最頭前的 他們就全部在研究這個問題 還有第二十個 重貫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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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年輕人 蠻有趣的 他每天都會寫一堆 他的資料 我看他每天都會很費心 去搜尋各種這種 最新的技術發展 甚至APP 要怎麼用 這類的 偶爾我也會看到他什麼美食 這麼可愛 聽說在台南 還有阿榮福利位 也是這麼有趣 阿榮 阿榮 阿榮福利米 川普利米 所以他就很重要 但是 他的相關 他的文章 都很不濟 大家可以去融路裡面 分享他的相關 他的文章 他有一種 一個 他說過一個 應用的方法 我就用他 他看到 但是他融路裡 還說 餓大哥怎麼用我這個方法 當然大家也要用 还有这个免费资源网络社群 这个其实是一个好几年的网站 所以里面大部分谈的都是属于这种免费的主管 什么是免费的主管 比如说你用这个email 你email 你用人的email 人觉得你收钱 你用人的网站 人的网站觉得你收钱 当然这些网络里面有很多是免费的主管 所以你可以稳用 这很好 还有电脑玩物 电脑的这个 电脑玩物在买什么玩物 游玩的玩 要玩 买的玩 电脑玩物也是一个很台湾观点的一个科技的网站 这个是白苹果急救室 那么白苹果急救室是这样 你要一般用这个喜欢做 喜欢用苹果产品的人 像我 我是标准的苹果迷 因为这个大电脑和热电脑和手机都同样 全部都用蓬勾的 很多朋友说 余副你有什么都用蓬勾的 第一 大部分做有关视觉 有关这种摄影或声音 大部分都会去用蓬勾 第二 就是 我比较笨 我比较乱 比较乱 比较好用Windows 比较乱用蓬勾 因为蓬勾的这个食用者界面是算相对白痴的 我认为食用者界面应该比较好 越白痴越好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白痴 像我这样 所以我们是需要一种白痴的应用 再来 第十五个是香肠炒鱿鱼 银铅炒鱼 很奇怪 很像在买酒家菜 银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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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个是软体玩家 软体的玩家 你也知道 要出一些奇奇怪怪的 新的科技资讯传 第十八个是行销策略 这是Facebook的行销策略 你如果说要用Facebook 可能要从你的商业行销 甚至在立即打卡 XYZ 时许 挺好 最好要乖乖乖去那里来看 再来就是舊势交不落 就是舊势交不落 这是舊势交不落 落下来的落 舊势交不落 这个为冬清控告年 开始 有哪些事就开始下了 无所不在 真正价工的无法拔门 第20个是硬是要写 硬本来就是女体的艺术 因为他提供 差不多是软体教学电脑周边 跟3C产品的评价 最近有较软 以前我转抠抠 再来这个科技新报 Tech News 科技新报 新的报纸 科技新报 这个我蛮喜欢的 这个本土的观点 都很有意思 比如说有时候他会去看 中国科技市场 一定中得 我们台湾很多的科技的人才 都去购买了 我们台湾要做什么 我们先认识的 这有本土观点 本土观点 去对我们台湾新闻 我们台部文的科技的网站 都是不那么宏观 所以它比较宏观 再过来这个叫影科技 影 影就是六角分 烟影的影 你对科技有一个影 叫影科技 影科技它本身是一个 原来是算 比较注意这两方面 这个科技动态 科技动态 还有是Android资讯杂志 Android各位也不知道 你如果不是用iPhone的 这个手机 还有苹果以外的大部分都是Android 就是所谓的安卓 安卓 那它这个叫做 它就是Android资讯杂志 就是全文在谈论 这个手机里面 使用Android系统的人 的最新的讯息 第24个是 WILL.tw 这就是在线杂志 这有英文版的 但是它现在开始也有台湾版的 第25个是有误报告 有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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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高兴 很多误报告 很多误报告 也很独特 但是它没有那么多误误 所以量不是那么大 那么第26个是TechCrunch 中国 TechCrunch T-E-C-H-C-R-U-N-C-H C-R-U-N-C-H TechCrunch TechCrunch 在美国是很有名的 这个网站 它现在开始有中国 现在开始要讲的就是算简体的 中国的简体的 但是这就是翻译 最有比误报告的 英译的较慢 而且他们的用词跟台湾不一样 比如说他们在讲互联网就是我们在讲的网绩网路 不过中国的东西我们就要面对 我们也是要它了解 第27个是36克 36克 克就是气体的气体下面一个克服的克 36克 这个真的中国什么大小小的事情 他都知道 所以你要聊到什么中国的淘宝网什么网 一大堆有的东西 他们的中国最新的网络发展 看这个36克服 再来 虎秀网 跟36克服差不多 但是 各自有不同的观点 再来 还是 这就是 inexus.co 就是 Nexus的中文版 Nexus的中文版 这就是 我们在介绍 Google和Android 的科技发展 你若是不喜欢苹果的人 那你当然就是 你输用可能是Windows 还是Android的手机 那么你就可以多看这个 来做这个比较 第30个 就是 Pingwest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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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了解 很多这个 科技的 这个网站 那么 以上就是 这30个 哪有 有些朋友说 由于 你用电台说 你说的 你说的 这么快 我怎么会疼 啊你不去我 那个 漫楼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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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漁夫 就可以看到 我在 这个 上面 我常常会发表 有关于 科技的网络新资 有些人说 渔夫啊你为什么要发表 你要说这个 第一 我在好好需要 第二 我感觉我们每一个公民 尤其是 现在这个现代 这个 枉楼世界里面 各位要知道 数位差距啊 你要仔细想 这件事情 是很严重 数位科技 数位落差 所谓的 数位差距 叫 destotivized 这一定会是 变成将来的 贫富差距 也是 国家强弱 之间的差距 啊 我们台湾这个国家呢 比如说 我们的蚌楼 白名 全世界30个人 要笑死人 我们还 甚至有另外一个 博德说我们台湾是白名 全球不知道 倒数第几名 你说什么 我们台湾 我们不是科技王国 我们才有那个 网路的速度 白人这么慢 我跟你说 那个 那个国民党的 那个NCC 那个主委啊 那个 连那个 智慧型手机 就不在用 你想说他才不知道 是什么我哥 但是他在主导 国家政策呢 看有好笑 如果说到这个 那个月头上了 以前我也 买含这个丹文 交手过 那里面 一大堆都不是特科技 跟科技都没关系 反正 但是跟科技 枉路科技没关系 但是他在掌权 那是说我们 台湾人真的 有哪 水晓 他算是这个 总统都减着 这个总统落下了 那后的整个 整个 都没用一个就对了 甚至 那最好笑的人 那个经济会的主委 他不是 既让经济学 博士 物价有没有上涨 他就要去买鸡肉饭 才知道 去买鸡腿饭 才知道 要笑死人 真的 我来说他 好 Anyway 这三十个科技新知的网站 你若是找不到 那么你来我们的鱼肠见谱 我的鱼肠见谱 我的鱼肠见谱 射得很清楚 你就差不多都可以 为这里面去做一个理解 这都不用钱 反正 以后十字也不用看 只好看这就够了 不用去走去买十字 看这你就很厉害 很多人也要问你 很厉害的科技达人 不像变成科技达人 好 今天很高兴 可以来给各位介绍这三十个方案 也是很高兴 可以在这个自由之下 尽管来给各位补赏 要记得 我这是用iPad去录的 我为什么要用iPad录音来做公布 因为我希望 人人都是媒体 好 时间一定到尾先 那么 这是FMQ1.5 主由之下 余夫主由教的节目 我是余夫 后一个礼拜 跟这个时间再会 拜拜